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 率领经贸和普渡大学代表团访问台湾 22日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蔡英文又一次提到 美国8月生效的晶片法案 渴望成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新兴的科技中心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的重要的资助 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加强跟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 共同建构民主晶片的永续供应链 印第安纳州人口680万人 是台湾和美国缔结的第一个姐妹州 侯康安是在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州长 他说彼此关系坚弱磐石 人民共享价值 台湾联发科等十大企业 都在当地投资 他期望双边形塑战略伙伴关系 印州人民会回报台湾持续的无价友谊 此行将拜会台湾相关政府机关 半导体厂商代表 并且签署及见证多项备忘录 以促进双边经贸及科技产学合作 6月底 林巴克宣布和普渡大学合作 在印州成立半导体晶片设计中心 过去的这段时间台湾也面临中国在台湾海的收边的军事威胁 此时此刻我们民主阵线的盟友更要团结起来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张东旭台北报道